与您一同开穿光明自在的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您一同开穿光明自在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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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现在末法时代 做什么一定要按照经典 依法不依人 这一点一定要记住 因为人有分别心 特别在末法 就是可能过去你是个菩萨 都会被环境影响 所以佛陀教带我们 在这种末法修行 要按照经典 按照戒律 而不是按照个人的讲法 这样我们就不容易出问题 所以老实说 也很多人跟我讲 他拜拜某某法师某某上师 后来变了 那我说因为你没看经典 如果你按照人来讲 这个法师上师有可能会变了 然后因为这个环境很复杂 为了钱 为了男女问题 为了知见问题 所以会有一些状况 那你最好的方法是 深入经兆 那我把经典当作戒律 或者经典所讲的 如果发不利心 如果持戒这样去做 那不会错 因为这经典是佛亲口所说 那如果不看经典 当然听了一些法 看了一些论 它是有它的立场的 没那么圆满 所以经典为主 然后看一些论来帮助 听一些法师上师说的 解释经典为主的 或是个人的想法 或文化的问题 那这样就没有白忙一场 不然老师说 我们虽然讲出离心 但是有些人弄老半天 就算他在缅甸泰国出家 也不知道出离心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讲 大悲心讲菩提心 但是问题是 那只是一个理论上 语言 因为他的行为心态 不符合大悲心菩提心 还有他的自私的动机 那这一点各位要很小心 但是你没办法从人身上去 听到这个 你只能按照经典 比如说各位你读地藏经 大家都知道地藏经 那这位法师是弘扬地藏经的 然后你要以地藏经 为思想根据 去评判这个道场 它叫地藏道场 他像不像地藏菩萨 这位法师像不像地藏菩萨 这么慈悲 把你当作妈妈的要帮助 而不是因为你有钱没钱 那这样你就不会错掉 这是很重要的 那往往有很多人很可惜 然后东跑西跑东跑西跑 偶尔不要跑还好一点 你还不如看着你的心很重要 那虽然我们没办法得到解脱心 那菩提心 但至少我们符合因果 这个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到处跑 然后听了很多很多 以后 那你就乱掉了 因为乱掉以后 你会对佛教失去信心 那如果看经典 比较不容易 当然最大的福报是要有善知识 但是我认为说 你看经典至少知道 佛教在讲什么 佛法目的什么 然后你再以这样子 去接触所谓的法师 善师或善知识 不会错掉 不然的话 你用亲戚朋友给你介绍 包张媒体介绍 那你就去了 去了以后 你又没时间看到 看经典 每天很多功课要做 那你就离佛法很远 忙了老半天 也不知道什么是 真实的佛法 什么是假的佛法 所以讲佛法 佛法就是佛陀的方法 而不是哪一个人的方法 这一点永远永远要记住 虽然大家都要求离苦 要生病 要超度 堕胎 这怎么办 但是如果你没有按照 佛法的实修了 这个方法 那佛法实修不离开佛陀 所以你就看经典 不会出问题 所以我很喜欢 希望大家多看一些 如果你懂中文 你一定要多看 所以我们守包观灾界的 经典根据 那我们读一下 你就知道 为什么 要来守包观灾界 然后守包观灾界 要怎么想 要怎么发愿 按照经典所说的 所谓经典就是佛陀说的 那我想这个就不容易有错误 这个很重要 所以大家一起念一下 196页 受此八观灾界可得无边的殊胜功德 根据诸经记载 可归纳如下七项 一 罪障消除 有婆色戒经八戒斋品说 善男子若能如是清净归一 受八戒者除五逆罪 乃至于一切罪皆惜消灭 二 远离恶去 十善戒经说 此此八戒受灾功德 不夺地狱 不夺恶鬼 不夺畜生 不夺阿修罗 常生人中 正见出家 得涅槃道 若神天上 恒生犯天 知佛出世 请转法轮 故此八戒又称八种圣法 好 所以解释一下 我们大家都有业障 那这个世界最重的业障 就是杀死父亲 杀死母亲 杀罗汉 出佛身邪 这破何何重 这个叫五逆罪 这是最重的 但是八观灾界 如果你清净归一 有法受戒 除了这个最重的 没办法一时消灭 其他的罪业都可以消灭 这不重要啊 那当然 那你有讲 那我受好多次了 怎么都还没消 那就是你没有符合 清净归一 真正的如理如法 所以那你就要去 去看经典 八观灾界怎么受 才如理如法 那这样 如果这样这么圆满 那什么罪业都可以消除 所以在佛经里面有说 你杀了十八个人 你受十八次八观灾界 你堕胎三个小孩 你受三次八观灾界 都写得非常清楚 乃至你杀了更多人 那你就办一次八观灾界 或是下回有人受八观灾界 你带十个人来受 所以能够引导更多人 受八观灾界 那就可以消灭很大的罪业 对自己来讲 但是对菩萨道来讲 更要受八观灾界 为什么 哇 可以消除众生很多业障 因为你是替众生受八观灾界 所以早上我有说 爸爸妈妈往生了 我们替爸爸妈妈受八观灾界 头七 二七 三七 那爸爸妈妈一定可以不堕落地狱 鬼道出生道 所以后面还写的 此此八戒 不堕地狱 不堕恶鬼 不堕畜生 不堕阿修罗 当然有人会说 师父啊 哇 我去见某某上师 可以七次不堕落三个道 有信心一定没有问题 那没办法去呢 在家里做八观灾界一样 所以只要你有信心 然后就不会堕落地狱 鬼道出生道 阿修罗道 而且经常投胎做人 而且做人以后 正知正见来出家 可以正的解脱 乃至不做人至少升天 乃至以八观灾界来升天的话 等一下 得生放天 不是欲戒天 欲戒天虽然很快乐 九百万年 三千六百万年 第四天五十六亿七千 然后第五再乘以四倍 第六再乘以四倍 太长了 但是你到了饭天 那就没办法算了 而且到那个地方 没有男女的欲望 没有吃的欲望 就像今天晚上 大家顾不食 而且没有男女的欲望 不听一言那种清静 那种清静的快乐 而不是说到了饭天 每天晚上才肚子饿 不是吧 是那种清静的状态 没有痛苦的状态 所以说八观灾界 所以说八观灾界 而且将来可以 哪一个佛又来投胎了 你也会投胎 来在他面前出家 来听他讲佛法 所以这八条纪律 叫八种殊胜法 最后最好能把它背下来 不耍神 不喝酒 然后呢 走到哪里 跟人家说 所以很多人在布施 很羡慕 很羡慕 但是这个人说 我没钱 那你所八观灾界 功德超过于 严福提王大布施 对不对 你所八观灾界 超过于 把所有佛像 都把它弄成黄金的功德 所以因为 持戒的功德 超过于 所有世间的布施 跟三宝的布施 当然 如果世间的布施 跟三宝的布施 是用菩提心 那菩提心 以慈悲心 做根本的布施 那这是最圆满功德 所以佛陀经常讲 你把这个世界的佛像 造成黄金的 你用三大阿僧 起来 无量长的时间 供养所有佛陀 供养所有菩萨 供养所有阿罗汉 供养所有出家人 哇 那个功德太大了 不如一口饭 以慈悲心 布施给畜生 生到后鬼到尺 不如一口饭 那各位前面的饭菜多不多啊 但是你要用慈悲心 哇呀 念这些六道众生 堕胎胎儿 动物有情 能够离苦 那我们哪怕一瓶水 七颗米 这个慈悲心的功德 都超过于 供养三宝的功德 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强调 八观灾界的功德 当你在看的时候 你用慈悲心来看 你用慈悲心来送 对你只要求一点 我一定要成佛 但是所有功德 不是给六道众生 那你的功德就超过这两条 无量倍 所以云日夜 受八观灾界 二十小节不堕落 但是你以解脱 解脱的心态 我希望成阿罗汉 来受八观灾界 虽然各位没办法出家 乘以三倍 六十小节 那如果我们用 悲心菩提经 各位来受八观灾界 就像短期出家 一日一夜 那多少节呢 念一下 两百万节 不堕落三恶道 富贵之在 你看差多少 二十小节跟两百万节 因为发心不一样 所以当然我们要用 看经典也要用 大秤的发心 我了解这个功德 能够让众生罪障消除 第二个 能够让众生远离三恶道 那我为众生来受八观灾界 然后在八观灾界的时间 为他们念佛 拜佛等等 我们念三四五 来 第三 福报忧后 忧婆仪落社家经说 六日灾者 譬如海水 不可胡粮 其有灾界一日一夜者 其福不可计 四 来世尊贵 普达王经说 欲击王普达者 本是先王时 只盖小儿 随先王 齋戒一日 奉行正法 清净手艺 不犯诸恶 其后过世 浑身 还身 为王 作子 今至尊贵 兼有塑行 齐戒 所致 五 得 向好生 经上说 有一天于 光言微向 与众超义 诸天 见乙 生 稀有心 是提 还因 问之 习坐 何叶 获得 此报 天于 达言 习于 家设佛 受持 八戒斋 经得 升天 或 端正报 所以第三 福报优厚 一日一夜 八观灾界 所修的福报 另外不仅说 如果你投胎 做人 可以享受 六十万事的福报 所以 海水已经够多了 但是八观灾界的 一日一夜功德 超过海水 无量无边 所以 我们如果用持飞心来受 那更是无量无边 然后再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所有众生 所以各位 你住在澳门 你要这样想 我一个月要为 所有澳门的人 所有中国人 来着 想到所有地球世界 来着想到 六道众生 而为他们受 八观灾界 那你有这个心态的时候 你就会很精进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体悟到 息息相关 就像你是开飞机的人 我不能打个睡 后面的头等舱 商务舱都在睡觉 看电视 那你是为他们在开飞机 所以对你的修行就很帮助 因为你就很认真 你会很认真 所以当然也会关系到你自己 所以你也不能死 所以我想 修大乘佛教 他要有这种 承担众生 那比较重要 所以为了众生 所以我要很精进 然后这样来创造功德给众生 那请问你创造福报 功德给众生 你自己是不是福报功德最大 这是势必的 势必的 因为你的心量 所以事无量心 心量有多大 福报就有多大 那我想做一个菩萨 真的要有福报 特别在这个末法 如果你没有福报 你变成想要帮助众生 也没办法 那你没有福报 代表你的动机 可能不圆满 所以你就必须攀圆 而且各位你要去做事 没钱 没人 代表你的发心动机有问题 因为有福报的 没有这个问题 罗汉托空波 为什么罗汉会托空波 罗汉托空波 因为他是很精进修行 在断除烦恼 但是他没跟众生结过缘 所以他连去脱波都会饿死了 在佛陀时代很多阿罗汉是活活饿死的 已经正阿罗汉了 因为他想的是自己 所以那我们现在有福报是 不管你做什么 那你都要 要去想着对方 而且真心的帮助他 那这样以后慢慢你也可以把自私的感情 自我的执着放弃掉 因为你不想这个了 你想的是别人众生 就像一个妈妈怀孕的时候 他本来很重视身材的 为了小孩我要吃胖胖 对不对 那时候他忘了自己了 因为 但是菩萨有一点这个心态 而不是说生了小孩再来减肥 不是那个意思 而是为了众生 我永远要保持最好的状态 来利益众生 而忘了个人的形象的问题 那第四来是尊贵 老实说现在你修行不分在家出家 如果你不尊贵 你也推动不了佛教 今天领导喜欢佛教 大家都说佛教 所以古时候都是皇帝在推广佛教 不管在中国 在泰国 在缅甸 在斯里兰卡 这些真正的 特别在尼泊尔也好 不丹也好 这些都是因为皇帝在推广佛教 所以带动佛教 那受报官在级也可以让你来世尊贵 就像这个普达国王 他为什么做国王 他前世不过是老国王的奴隶 什么叫直盖 直盖就是他 他站起来 永远不能超过皇帝的七盖 你看他永远要趴在地上 直盖就是七盖的意思 他永远要趴在地上 他不能够 就像各位 你去看那个泰国皇帝 这些扑美盆的丧礼 那些官走路要用膝盖走 你知道吗 他不能站起来了 他们很远要膝盖跪过去 跪过去这样 去帮他扶官 去帮他弄花 就是要这样 而且要扑在地上 所以这个叫奴隶 作为一个小奴隶 跟着国王去受把官宰戒 一日一夜 这个里面很重要 奉行正法 他并不是说跟着国王 然后就在那边旁边打个水 没有 他自己听呢 他也奉行正法 清净守意 他也守得不起贪嗔痴 保持六念 而且不犯诸恶 不犯戒 因为这样 因为这样 浑身还身 做王的独生子 接普达老国王的位置 所以因为过去 手霸官才结 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 各位 要不要有钱 要 手霸官才结 要不要出身高贵 要 要不要长得漂亮 就是后面这条 所以不会堕落三恶道 永远 没有业障 第五条得向好生 所以 一皇大帝 天上的每一个人 都长得很庄严 各位 如果你很喜欢谈恋爱 你还是升天去吧 天上 一个人 可以跟一万个人 一起谈恋爱 而且都不会吃醋 一万 十万 二十万 逃离天有几万 九十一亿个太太 九十一亿个太太 所以光第二天就如此了 何况第三天 第四成天 所以 那玉皇大帝 当然很喜欢美女 在他旁边 九十一个 九十一亿个美女 他又看到更美的 所以他就问他 所以 有一天女 光颜微笑 宇宙超义 跟所有逃离天的天女 长得都不一样 诸天见义 哇 每一个天神看好羡慕啊 身稀有心 所以一皇大帝 亲自问他 你过去造什么业啊 为什么得到这样子的 圆满的果报 这个天女回答 最主要是前面 习于迦瑟佛 哇 迦瑟佛到佛陀这个时代 两万节的时间 那没办法算啊 从那个时候受戒 现在升天那么庄严 到现在 而且没有堕落 一般天 他不能活那么久的 一节 十几亿年 他将两万节 都在这个状态里 他不会堕落 所以 习于迦瑟佛 受八万在戒 经得升天 或端正报 所以各位呢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了 命运负责任 那八万在戒 可以消业障 可以勇于三恶道 可以富贵 可以来世作王 可以向好庄严 重要不重要 这个就是一种慈悲嘛 所以 当然你不能说 你们是求人天福拜 来修戒的 不好 佛教师一步一步来 先让他不会堕落三恶道 先让他消业障 先让他有福报 所以下回来 你跟你儿子说 你跟你妈来 明天给你一万个 澳币 人民币 港币 随便你 好的 你只要乖乖瘦一点 我回去跟你问几个问题 你答得出来就OK 你只要听 他要听 第六第七 你只要 得无上乐 善女人 受八观摘者 欲求生四天王天 亦获此愿 持戒之人 所愿者得 乃至欲求作 声闻原觉 佛圣者 佛圣者 欲成其愿 受此八观摘戒 虽仅一日一夜 如能受此亲近 所得功德 无量无边 尤其能令在家信众 波下出世的正音 将来获至解脱 免于生死轮回 因此人人皆因 发心求受 以其早日 进去菩萨道 像各位今天 正式来 有法师 带着各位 送一天的八观摘戒 那以后各位 可以自己在家里 送戒 特别你知道六摘日 或是父母的祭日 还是自己的生日 佛菩萨的纪念日 你都赶快送戒 乃是有日死月死 那种日子 那个是最大功德 那个时候来送戒 因为平常你说 念十万遍阿弥陀佛很困难 但是在那种特殊的 佛菩萨加持日 一天念完 阿弥陀佛就等于 整年再念四万遍 那种特殊的加持 特别首八观摘戒 它叫真上 你昨天在家里 供一朵花 十一朵花 先各位今天拿一朵花 再受八观再戒 你等于供了一万朵花的功德 那如果各位在供花的时候 又想着众生的苦 那你等于百万朵花的功德 因为你在受戒的 所以 那各位要去 像今天会发给各位一本 这一本 里面就写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 几倍几倍 这个几倍几倍 我还重讲 今天你骂人家一句话 大概是一百万倍 所以他这个叫善恶 善恶同等 那所以在特殊的日子 像 今天现在是十一月 农历元月份 各位你整个月都不要吃一块肉 因为在佛教里面 农历的元月 五月九月 这个叫灾戒月 这里面都有写到 包括农历七月 叫普渡孝孙月 那你就不能 最好澳门赌场 那个月要关门 不能为了赚钱 但是他不可能关 所以他就 特别的 帮忙找个业 但是如果你去不担 这四个月 没人敢吃一块肉 所以不单 政府就不能让他们 杀一只鸡 杀鸡都抓去关的 所以 因为他是 以佛教来 管理这个国家 老百姓也是很有福报的 至少他们都深信因果 所以这里面都有 有写 等一下你们下课都会 拿到 所以第六 得无上乐 所以我们今天守宅日子 不会去杀生 偷盗邪淫 赌博喝酒 都不会 所以你有无量果报 善果 而且可以得到 无上的快乐 所求如愿 所以刚刚我们 受诫完 回向法院的时候 各位可以自己发愿 乃至法会员们 你还可以发愿 乃至明天上午 太阳 光 那是太阳的亮度 大概七点吧 就有一点亮亮了 那你就会 自己回想 再发愿 那发愿 你一定满愿 这里面说的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受八观哉戒者 欲求生 四天王天 都满愿 春天都满愿 持戒者人 所愿皆得 你要多点灯 那可以 投在第三成天 你又愿意 受八观哉戒 清静有佛法的天 那你可以往生 都帅内愿 第四天 所愿皆得 所以 当然我们 站在菩萨道 不发愿升天 我们只有发愿 都帅内愿 那个天 因为那边 清静弥勒菩萨 那其他的就是 发愿往生敬 那什么时候发愿升天呢 据说你已经正得空性了 不退转了 你到天上 不是去享受娱乐 是到天上去度他们的 就像释迦牟尼佛 要到通利天 为母亲 跟所有世间的神明 天神 讲发布里经的地上本愿经 那可以 那因为 如果你去享受这个福报 那福报享受完 你会堕落 所以一定要让自己能够念下来 体正空性 体正空性 这个空 那就像无我 体正无我的毅力 无我了 你就没有烦恼 没有痛苦 没有轮回了 我们现在就只有一个 我要 我不要 我喜欢 我骄傲 我自卑 我好 我不好 那事实上 佛陀说 照见五蕴皆空 这个我 只是一个 一个身心 暂时和和的现象 各位你要一直 一直想清楚 这个花 你不能说它是花 花没有太阳就死 花没有水也会死 花没有土壤也会死 所以这个花 不能够离开 种种的因缘而存在 所以这个花 是一个因缘所生的 无字性空 这个花只是暂时的名字 对花是最容易比喻 因为各位知道 这个花在七八天 有些好一点的 可能一个月 最后它就乱掉了 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 但是菩萨你要这样想 我像一个花 离开水 离开太阳 我怎么可以活着呢 所以做个菩萨 不能离开众生 众生的优点缺点 你都要去接受 把众生的缺点 都变成优点 转化它 所以莲花是以肥料 以这些肮脏的东西 做它的肥料 可以把它净化掉 所以菩萨不能够离开众生 如果离开众生 去守八万灾戒 离开悲心 去守八万灾戒 那意义就不大 那各位要经常去 思维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受八万灾戒 要发什么愿 来 那你要发这个最圆满的愿 你千万不要发愿 我下辈子比这辈子漂亮一点 除非是你已经证空性 你已经证了空性所谓八地菩萨 你必须用向好庄园去度众生 那是一种为了佛教 而不是为了你自己 如果你还有一个我像 说我要有钱 我要地位高 那你还有这个我 那你所做的 就会让你造业 这个叫轮回 让你有善业 去做玉皇大帝 去做富贵人 结果你一做了富贵人 做玉皇大帝 你就会骄傲 这个骄傲满足自己的福报的时候 你就会忘了修行 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 记住这个 请各位翻到214页 这一本各位今天售完 带回家好不好 然后呢 你瘦一次觉得画个一 瘦两次二 下回来检查 不要骗我 你不要后面空空了 师父你没来 我们都没收戒 你要在家里 画画画 然后呢 画最多了以后 坐前面一点 加持我们 还是坐牌位近一点 超度他们 以后你瘦八次 不得了啦 八次 八观再接 所以各位呢 受八观再接 有这个功德 那这个功德要利益众生 所以214页 念一下这八条 此界的圣意 一 受此八界的个别好处 一 舍离杀生 此生和未来是长寿 没有疾病 相貌庄严 二 舍离偷盗 此生和未来是受用圆满 旁人亦不会侵犯你的财富 三 舍离淫欲 此生和未来是相貌庄严 肤色柔美 五官端正俱全 四 舍离妄语 此生和未来是受人尊敬 不受人欺骗 五 舍离酒及毒品 包括烟 迷幻药 何使羞耻心减少的物品 此生和未来是有清醒的头脑 五官灵敏 智慧圆满 六 舍离坐卧高广床座 此生和未来是会得到他人的赞美和敬仰 七 舍离非食食 此生和未来是有好的收获 食物和饮料的获得 不会发生困难 八 舍离香花曼庄严及歌舞 此生和未来是有自然的香气 有好的肤色及相貌庄严 若舍离歌舞 则这一生和未来是身心皆能调伏 言语如法音 各位佛教讲因跟果 所以如果我们这八条戒律能够受 那你知道这个果 常说不生病 钱很多 外表漂亮 不会被骗 乃至有智慧 所以包括有些人 第六条 舍离坐卧高广大床 有些人很喜欢躺大沙发 然后就弯下去 然后床上一躺 以后他身体就是怪怪的 因为他不会得到别人赞美跟敬仰 所以你不管做什么 要得到别人称赞 特别行菩萨道 所以我有几个师兄弟 身身世世 他坐椅子不靠背的 睡觉的时候睡硬的 然后当然他们是持戒很严 但是各位就是慢慢要练习 做什么都要端正就对了 不要去享受 享受这些世间的东西 那你虽然现在有一点苦 但是你已经习惯就好了 那你将来才能够像佛菩萨一样 被尊敬 对不对 赞叹 人家不会说你的缺点 所以第七 过午不时的话 福报很大 生生世世不缺食物 所以因为 我们不但过午不时 还要不时给众生吃 对不对 晚上还要特别不时给众生 那福报更大 再来 不要爱化妆 你这辈子化越多 你下辈子你就越臭 所以舍离香花慢 庄严及歌舞 此生和未来世 身上自然有香味 不用特别去化 有好的肤色及相貌庄严 老实说就像女孩子插口红 她插口红看起来很好看 晚上不插口红又说像僵尸 因为你已经化习惯了 然后它就损到皮肤了 就会变成这样 不自然 所以各位这个你都要放下 慢慢放下 现在好像流行带那个假结盟 所以以后会怎么样也不知道 但是讲出来都很难听 所以 但是各位你要了解 不要眼光很肤浅 只想要得到现在的 刚刚那位天女 从迦瑟佛首一次八观摘戒 到佛陀这个时代 还在庄严 还在天上 所以修行人你要这样想 为了更远的未来 也为了众生 那你就能够 现在怎么苦 未来就无量的乐 所以现在修行最好 各位不要怕痛苦 你应该恢复三十年前那种生活就好了 那种就已经不错了 现在人因为追求欲望 我要享受 我要最好的 我有一次在哪一个地方 绍兴还有一个乡下 他们有一个小庙 叫我去走一走 结果我一到 这哪里是小庙 外面每一部车都是最高级的 而且这个是乡下吗 后来进去的时候 师父我们这边人就是这样 谁买的好 我们要更好 都要开最好的 所以 如果能够舍离歌舞 所以各位喜欢唱歌跳舞 以后你定不下来 身心不能调伏 讲话不好听 你现在虽然唱流行歌体 很好听 那以后你讲到佛法就 或是念佛也不好听 所以就言语不能如法 那我这样念一次 其他的就各位要看了 请看两百一十四页 就是这个 前面有一个故事 但是我们只念第四就好了 因为有一个佛陀在讲法 有一个龙 他变成一个神来听佛法 那佛陀就让他变回原来的样子 那这一只龙就身体很大 称恨心很强 那人家问佛陀说 他怎么会变这样 那佛陀就回答了 念一下 第四 两百一十四页 佛陀佛陀 佛陀佛在世时 他曾经是一位受过戒的比丘 有一次曾绕着爱拉达树 精进修行 因头碰到树枝 而起憎恨心 将树枝折断而破戒 那种行为使他现在有了这个身 想到破戒的坏处 甚至于这种小戒 因此我们都应该正确的守护戒 所以出家修行的比丘 在绕绕绕 不小心被树枝打到头 一生气把他折断 这样呢 堕落成畜生 有福报的畜生 就像各位也要注意 现在今天首包关在一屋 晚上回去肚子饿 你不要因为贪心 就把他给吃了 那你以后就变成那种 因为龙代表称恨 那贪吃呢 可能变成猩猩啊 熊啊 这样 就像猫熊 你看整天就躺着吃 还吃树的 但是他就每天睡觉 有福报的 有福报的 但是很可怜 所以不能起了分别心 这个最重要 好 那这个呢 希望大家这一本 带回去 但是发愿要怎么发愿 我要带着各位念一下 235页 因为发愿 才会让我们 成为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的回向文 我们首包关在一屋 用一个慈悲心 来所包关在一屋 功德很大 但是愿这个功德 都能够利益众生 那我也很希望各位啊 每天都按照这样来发愿 不管你 你做什么功德 宋地上经念佛 吃树一天 你要记住 我天天吃树啊 但是你没有把 天天吃树的功德 回向给众生 所以我吃一顿树 也要把这功德 回向给众生 而且这个愿发得越大 越圆满 好 那这个呢 希望大家 这一本带回去 但是发愿 要怎么发愿 我要带着各位念一下 235页 因为发愿 才会让我们 成为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的回向文 我们首包关在一屋 用一个慈悲心 来首包关在一屋 也功德很大 但是愿这个功德 都能够利益众生 那我也很希望各位啊 每天都按照这样来发愿 不管你 你做什么功德 宋地上经念佛 吃树一天 你要记住 我天天吃树啊 但是你没有把 天天吃树的功德 回向给众生 所以我吃一顿树 也要把这功德 回向给众生 而且这个愿发得越大 越圆满 所以 第一 如实回向 会使我们的善法功德 与日俱增 就如同把钱存在银行 会不断资深利息一样 二 所以说要令善法功德 不会削减 且日益增长的最好方法 即是回向 即使不能做到三轮体空的回向 也要尽力做到随愿的回向 三 因此我们平日要积极地培养 利他的心情 并且不要另于回向功德给众生 好 就像一滴水 我们做的功德很小 但是把这一滴水 捕食到大海里面 那你大海里面 整个大海就有这一滴水的成分在里面了 而且这个大海永远不会干掉 佛经这样比喻 但是这一滴水 如果你不捕食出去 那放在你的手里 不到几分钟没有了 蒸发掉了 所以同样的 我们做任何的一个善业功德 今天你吃素了 今天你可以生气的 你忍下来 那个功德太大了 各位要开始练习习惯 你可以生气的 你忍下来 你在路边看到一个好吃的 阿弥陀佛 今天不吃 你故意忍几次 故意忍几次 那这些对你修行帮助很大 特别可以生气而不生气 那个力量太大 那你马上得到这个功德 那把这个功德马上回向给众生 我愿众生该生气都不能生气 愿众生得到不生气的福报 所以意思是说 这样如实的回向 我们不管做任何修行 特别今天八万灾界 我们有供花 要超度 烟供 明天还要放生 这么多的功德 放在一起 我们不断地去回向 那这个功德永远不会消失掉 就像大海的水不会蒸发掉 就算没办法做到三轮体空 这是最高的回向 三轮体空就是 没有我这个我在不失 也没有那个你 或是那个众生在接受我的不失 乃至我修这个法 乃至我放生也好 说八万灾界 它也是一个空性 一个因缘的存在 而不是说十块跟一万块差在哪里 十万块跟一万块 一块黄金跟一朵花 它的本体都是一样的 没有分别了 要这个三轮体空来回向 那就最圆满 如果没有要尽力的 所以各位走到哪里 像你在走路 你今天可以从这边走回家 你就要回向 我以这样走路的功德 回向给所有老人 都可以平安快乐走路 走路也有功德 然后你走路又在念佛 所以用我能够念佛走路的功德 让所有人走路 都得到我念佛的功德 你要一直这样观想 回向 所以各位你可以吃一顿饭 今天中午好不好吃 好吃 八观灾界 白饭也好吃 也很好吃 但是你在 以如理如法的 在吃一顿灾饭 所八观灾界 这个功德叫回向 愿以后来这个餐厅吃饭 都在吃宅饭一样的好吃 因为他说 吃素比吃肉好吃 那你可以用各种方法去回向 所以回向发愿 像是下电梯 希望众生不堕落三个岛 上电梯 希望所有众生都往生净土 品位高深 那你要把你的任何一个动作 都变成一种修行 然后再把这个修行 回向发愿给众生 特别在首八观灾界的时候 那你知道今天是一百万倍 所以你一直要让自己的念头 一直保持在利益众生了 希望每个女孩子的相貌如花 居家如花园 希望所有人将来往生的都如花园净土的地方 希望每个人的心 你看到你马上要想这个 就像我很喜欢回向流产胎儿 我每天都放在桌上 一上来我就先回向 一上来我就先回向 因为跟小孩子在一起 你比较容易 比较赤子之心 比较柔软 但是不能忘了小孩子 不能忘了地球 那你要时时刻刻 一直想着 像各位不管你住哪里 愿高楼大厦 都住在大堡广博楼阁里面 对不对 那你要自己用各种念头 像这个灯打开了 哇菩提心灯照亮黑暗 众生离苦 所以佛光加持 你要让自己的念头在这样子 然后你做完这些利他的念头 功德很大 马上回向给众生 而且回向不是早上回向就 没有啦 对不起欠你啦 没有 你做一分功德 回向给十个人变十分 人家要看到一百个人 又回向了一百个人 又乘以一百分 所以各位你要故意制造 报纸一打开 这么多国家 这么多事件 那今天晚上回去 你以这种心去看报纸 不是看内容 就是他的相片 你就一直给他回向 愿好的更好 愿不好的超度 或是你有观想的 因为这些轮回 这个世界本来就到处都在对立的状态 为了经济 为了政治 为了理念 为了竞争 现在每个人就像赌博的人一样 做生意的人 他就像赢过对方 那我们都要把这个福报给他们 愿他们得到这种 我们所包安在界的福报 愿他们更有福报 能够进一步追求法财 而不是世间的财而已 当然你要认为 他追求智慧的法财 先满足他世间的需要 你要这样发愿回向 愿这个餐厅成为澳门最好的素食餐厅 那你要等老板发财才有用 发的财还归赞本法师 那你要祝福他得到这个福报 他赚了这么多钱 他就不需要去搞这个 谁也不喜欢搞这个 杀生海鲜的事情 好 所以来 第四 念一下 阅读大圣八观灾界 受持或随喜他人 持守大圣八观灾界 就能在新田中种下很大的福报种子 要使这福报能够最好的利益 我们自己和他人 我们要学习以下的回向 好 那现在各位我们不是念了 我们现在是真心来回向 好不好 那我们要回向之前 思维一下 今天 昨天 之前 你去参加过很多寺庙的大法会 你去参加过放生 你也布施过印佛经 你受了五戒了 种种种种的功德 都给他融入 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众生 愿众生 那所以我希望大家每天都念一遍 念一遍 早上你也可以 或晚上 早上念是 我所做的功德 希望他们 能够朝这个方向 晚上是再把这个功德布施给他们 你能够每天多念几遍 因为我念这个回向文 会让自己觉得 我应该慈悲 很柔软 很有力量 而且也愿自己能够 修更多的功德福报 一朵花的功德 一杯水的功德 就像我 因为我天天在外面跑 住的都是酒店的房间 小小的窗口 甚至没有窗户 那我至少会 我没有什么大功德好做 水啊 蜜啊 一朵花 人家拿给我一个红包啊 这个红包就供养啊 就回向给众神 但是至少让自己保持在这种利益众神 希望这个酒店的老板赚钱 希望他们来住的客人 都得到我们的功德 希望他们住了酒店以后 奇怪 不想去casino 对不对 请问这边寺庙在哪里 希望他们也得到这种心态 你一直回向给他就会影响他 坐同一步电梯 在路上 特别澳门 街巷都小小的 人跟人碰面的机会太多了 人跟商店碰面太多了 特别在澳门 我每次走路都会看地上 因为地上他们有摆一个土地公的 对不对 我都会 土地公 哈喽 他一定对我很好 对不对 因为我很注意他们 那如果没人 我就给他撒 土地公 喝个甘露 喝个甘露 撒个谜 那你要跟每个土地公 每个商店 每一条路上的人都结缘 因为念这个愿文 就是要把不好的变好 要把不快乐的变快乐 这叫愿 那这个叫一个利他的心 叫悲愿 那各位要养成习惯 养成习惯以后 你这个人变成 不喜欢讲别人的缺点 只喜欢讲优点 记住 如果一个人每天跟你在一起 都在讲哪里 政府不能 你就不要跟他在一起 这个叫恶制式 他会让你自杀的 悲观 对整个社会 对整个都失去希望 因为这个世界 本来就是黑暗的 只是我们点一个小 亮度 反正黑暗会把这个亮度更庄严 我们就维持这个亮度就好了 这样来发愿 所以给我念一下 来 那这样你自己怎么念 然后就开始念这个愿文 来回向 所以大家就慢慢念 而且真心的 会念广东话呢 念大声一点 然后让他们更亲切 可以得到 而且各位你们在排位面前 也愿他们都得到的功德 愿现世者得到 愿往生者离苦 愿三善道发布离心 愿三恶道超度 我们都升起这个利堂的心 一起念 一 愿受身心痛苦的十方众生 因我的功德 而得如海似的快乐和喜悦 二 愿一切众生不受害 造恶或生病 三 愿一切众生没有恐惧 或被人欺负 心不被忧闷所压 四 愿忙者见色 聋者能听 五 愿因辛劳而疲乏的身体 得修习而复原 六 愿罗者得衣 鸡者得食 渴者得水 和美好的饮料 好 我插一句话 不能光念 要把念变成观 就像你是一个电影导演一样 要有人演出来 你要把它变成 因为你在心里在念的时候 嘴巴 那个饥渴喝到水了 好快乐 那个没衣服了 好冷的 现在在欧洲地方 美国很冷 哇 它们有衣服穿了 然后你要这样观想 就像你明天去海边 你拿一点面包 那些鱼来吃 你快不快乐 快乐 所以我每次坐车 我就准备一大堆 猴子猴子猴子在哪里 我不打瞌睡了 因为有猴子 这样就丢吧 然后也放在地上 也给孤魂野鬼 所以只要经过后面没车子 我就会撒米撒水 为什么路边孤魂野鬼 可以吃 所以我们这次去马来西亚 我刚从马来西亚 两个月又新加坡过来 他们旁边有很多 这个是基督教湖墓 那个是天主教湖墓 这个是回教湖墓 那个是华人湖墓 反正就是湖墓很多 因为马来西亚土地大 所以那你每一个坡墓经过 都要布施 洒水 哄啊哄 所以我平常我嘴巴 就很喜欢一直念 所以各位 你能够背多一点 咒或佛号 然后你去布施 你会觉得很有意思 而且愿他们 都得到所有 我们修行的功德 各位要保持如此 所以我希望各位念的时候 要加入观修 这个观修 就产生你的思想 正见 然后就变成行为 以后你就很喜欢做这个 所以佛陀讲了 观只有 你还没有去做 你只有想到 众生苦而愿意对他们好 这个慈悲心的想法 就可以灭无量烦恼 来世生梵天 什么叫梵天 梵天就是上帝爱世人 他就随时想着 我要让别人快乐 所以你就可以 因为这个心很清静 这种利益众生的心态 没有宗教信仰 都可以生到梵天 所以不要去想不好的 这个人吸毒 所以有时候你在楼下 看到人家在抽烟 我就会念烟供仪轨 哇 他做烟供 希望他转为做烟供 然后你路边 再看人家烧草 你也要念 请问烧草 谁喜欢吃草 牛羊 草食性动物太多了 他们做稻草的都在烧草 你也不要骂 哇 这下做大了 因为他们在烧草 所有草食性的动物太多 昆虫太多 他们马上可以用得到 所以瀑布才下来了 哇 刚入水来了 所以你要把 世间转为佛法 把不清静的都转为清静 用你的念头就好了 路边有人在骂人 骂得很大声 你要转为阿弥陀佛 哇 这个人念佛可大声了 因为你的念头 你就跟他结缘了 知道吧 原来他的骂你可以转化 所以我们在修 修佛法就是把贪心 最猛的贪心 可以转为最强烈的愿力 把最猛的贪心 可以转为阿弥陀佛的智慧 叫妙观察制 那你就是 虽然对方在骂 对方在杀 那你要把他观想 转化他 而且祈愿他将来有这个力量 去斩除烦恼 这样 就像人家在看摔角 叫我看 我说哇 探成这 这样打 然后你要把不好的 给消除掉的意思 那你要去转念 所以我们念的时候 各位要加入这个念头 这才达到身口意 各位身体手把玩在接 嘴巴在念 心里在观 那一下身口意都汇集在一起 这样力量很大 就像我们念观音菩萨 你的身体是观音菩萨 你的眼睛是观音菩萨 在看众生苦 你的耳朵是观音菩萨 在听众生的苦 你的手便观音菩萨 在救苦救难 你的声音是观音菩萨 坐在你喉咙在念的 你的心是观音菩萨的悲心 你就一直念观音菩萨 或是念大悲仇 或是念 但是你要保持在 你的整个生命都融入在这里面 就帮助整个众生 整个世界 养成这个习惯 好 继续念 七 愿穷者转富 悲伤者得欢乐 失落者得希望 八 愿风调雨顺 农作物丰收 九 愿所有的药物能有效 即合理的祈求能如愿 十 愿一切病者迅速由痛苦中解脱 无论世上有什么疾病 愿他们永不再出现 十一 愿人们想到互相帮助 尊重一切生命 所以那各位就是要平常 我们大乘佛教 不是说守八弯灾戒那天才修行 但八弯灾戒让我们恢复一百分的正常 大乘佛教是希望各位日常生活 不许你是医生 护士 主面的 洗厕所的 法师也好 在家的 都是保持在这种愿力的思想 去跟众生结缘 去跟每个地方都结缘 就像我们昨天从香港坐船过来 所有的海水都变甘露 海里面的龙族都得到我们所有的功德 从新加坡 马来西亚 再要去澳门得到 每一艘船都平平安安 每一艘船都要载他们去菩提心的净土 你要一直这样观想 同船的人 那是一千世的福报 同船渡 所以把你的功德 也都回向给同一艘船的 上面有葡萄牙人 昨天看来有美国人 有韩国人 有日本人 各个族的 大家都要到澳门来干嘛 送把万贼戒 不是去赌博shopping 你要你为他们送 了解吗 妈妈你去shopping 我来送报官在家 回向给你 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希望妈妈快乐 但是你要发这个愿 发这个愿 你就跟她结缘 所以我们现在以这样的心 愿地有道众生 天道阿修罗道 不要享受快乐了 不要 嫉妒了 人道不要为了钱 一直在那边贪恋 上二道 他们的恶业就可以消除 不要生起探神词 他们也各个生起大悲菩提心 跟我们的祖先一样 跟所有生病者 所以各位 这个愿文 你看经典的 所有经典 写的都是希望众生 相信因果 再来有出离心 再来发起大悲心 能够了解空性 而圆满菩提心 所有经典都在讲这个 所以所有的经典里面 最后都有一个重 就种词这一部经典的 重要的意义 种词这个佛 就像你念 念一下 南无阿弥陀佛 欧阿弥陀佛 你念南无阿弥陀佛 是欧阿弥陀佛 欧阿弥陀佛 欧陀佛现前 佛光加持 那你念欧阿弥陀佛 是欧阿弥陀佛的心 等这种大圆满的菩提心 放光加持 让这些往生者 直接拉他们去极乐世界 叫欧阿弥陀佛 所以两个都要念 你念佛术 欧陀佛经 是极乐世界现前 那你念往生咒 是众生的业障 通通消除 各个看到极乐世界 各个发愿去极乐世界 所以这个叫往生咒 这个叫经咒 显密 两个都要合在一起 但是如果你不懂 精光念咒 那意义就不大 那你懂得精又不念咒 那力量就不大 那好可惜 所以我们两个都要 你了解慈悲的意义 了解普门品 然后你来念观音心咒 就像我们必须 让各位一直看六道 一直解释 让各位去了解这个道理 而且各位更重要 现在很多人在看直播电视 我们八观灾记 不是这一堆人 是在电视里面的 大家同步都在受八观灾记 所以你现在念的念头 它在打开 甚至很多菩萨 师父 我们要看我妈妈躺在病床 我现在手机给她看 一起受八观灾记 就算不受 她看也得到佛光加持 她那个光就会帮助她 所以各位要了解 我们做的会不会影响世界 会的 所以每个人的念头 发着心在这边 透过摄影机 透过录影 他们看得见 他们得得到 这个心念很重要 就像你现在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知不知道 你一定要确定 百分之一百知道 百分之一百 这个叫佛教 辨知一切了 你在念观音菩萨 不管你在哪里念 乃至你念不出声 在你心里念 观音菩萨也知道 然后你要把观音菩萨 这个知道变成一种愿 我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 我愿阿弥陀佛加持 地狱到众生 我愿阿弥陀佛加持 中阴身刚死掉了 我愿阿弥陀佛加持 现在在医院你命中着 这样 你只要发这个愿 然后你这个镜子 就会把阿弥陀佛的光 反射出去 要讲吗 反射 请问太阳光大 还是反射光亮 反射的光亮 因为反射是 把它收集下来 了解吗 太阳光 你用那个放大镜 把它收集下来 它就可以烧破洞 光阳光还烧不透 但是你把它收集下来 它的力量就很大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我们这个心态 可以把浮光反射出去 所以现在摄影机很厉害 现在手机很厉害 对不对 所以他们给我拍照 我的灵魂都给你拍走了 所以我愿意 希望我的功德 你来拍照的时候 这个功德在这里面 因为诸佛菩萨用他的像 用他的声音 用他的心 就是咒语 利益众生 用他的名字 来利益众生 所以每个人 你要知道 你现在懂了佛法 请问你活在这个世界 重不重要 全家靠你 历代祖先靠你一个 你不要要求他们 你老公打他的麻将 你做你的念佛就好了 你儿子要打电动玩具 没关系 好在有你这个妈在念佛 做菩萨要有享受 孤独的力量 你要耐得起孤独 你千万不要说 你陪我 你跟我 你要孤独 孤独才有力量 释迦牟尼佛 孤独不孤独啊 孤独的想要入涅槃 因为全世界就他一个佛 他讲的话 就是他懂别人都不懂 所以佛陀要入涅槃 犯天劝请玉皇大帝 佛陀不是真的要入涅槃 佛陀是要让天人 上帝玉皇大帝 破除娇慢 你们要来劝情我 护持我 所以佛陀一出来 哇 这么多护法诸天 那些人间国王才会尊敬佛陀 佛陀就是要来度众神 但是他演一场戏 让大饭天玉皇大帝着急 对不对 他们就会来护持佛陀 就像天降节 佛陀从天上下来 上帝玉皇大帝 护法诸天 陪着佛陀下来 佛陀不用神通 他们要陪他走路下来 让人间的人都看到 哇 佛陀从天上来 旁边是谁啊 上帝呢 玉皇大帝呢 那他们就拜他 就拜佛陀就好了 我的宗教教主 婆罗门教就是拜大饭天 世间的宗教拜陶地天 对不对 那都是供养佛陀 所以他们更尊敬 当然佛陀这样做 都不是自己的骄傲 都是为了度更多更多的 所以我这样讲 各位不管你在 佛号没有高低 咒语没有深浅 没有说六个字的比较差 八个字好一点 心态的问题 你不要求骄傲 我就喜欢被楞严咒 那才厉害 我们那边没有算什么 我念楞严咒 我背得起来 那个骄傲 反而你念的都是不好的东西 因为你有骄傲心去念咒的时候 这个咒变成骄傲 了解吗 各位记住 因为这个咒的力量 是来自于你的心态 你的心态才会让这个声音产生力量 所以至少你在念咒 念佛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能生气 有人找你妈妈 等一下 等我念完 我等下去找你 那你从刚刚念到那边 都在报复 等于拿手榴弹去他家 碰死了 因为你用不好的心 所以各位 你无论这个人怎么对不起你 伤害你 你今天守八万灾界 你不能有一点点 这种负面心态加进来 当这个负面心态 你赶快折服他 我现在在念佛 不能有负面的心态 知道吧 所以这就是八万灾界的意义 如果你能够这样清静的 一日一夜下来 还得了 那个时候你没有贪心 没有称心 保持在六念法 保持在慈戒 甚至保持在菩提心 一念清静成正觉 你要一念清静心 就可以成佛了 何况这么多念头 一天二十四小时 多少念头 那各位这一点要注意 永远要注意 不要让它间断掉 间断掉 你去上厕所 还保持利他的心 当愿众生 大小便利 不要拉肚子 业障消除 变成甘露 你还是要让自己 保持那种念头 大家在厕所排队 阿弥陀佛 排得去极乐世界 消业障 排久一点 你一定要改变 你不要说 前面那个怎么上那么久了 以后换你上不出来 我跟你讲 因为你那个念头 就是在抱怨 所以那个叫修行 所以你要赶快转 阿弥陀佛 要讲吗 那么阿弥陀佛 你要赶快转 这个非常重要 你开车 别人给你塞车 太好了 正好念佛 所以各位 你只要动机正确 你只要一切都会是 最好的安排 记住 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 但是动机是你的念头 是正确的 他会给你排得好好的 本来要车祸了 让你被骂一下 然后车祸没有了 因为他会保护你 你不要抱怨 我跑到鸭匙 跑到机场 碰到塞车 飞机飞了 好在你没上去 上面坐在你旁边 准备把感冒传给你 你的冤心载住来了 所以只要你动机正确 你去做什么事情 一切都最好的安排 久了以后 你就会随缘而自载 但只要随时保持那个因 所以各位 你嫁了老公好不好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让我开悟 让我了解真理 你生的儿女好不好 没有我儿子 我不会出家 但我没有我儿子 我不会出家 没有我太太 我也不会出家 因为我太太过去 给我很好的助缘 助缘就是 她喜欢学佛 所以她喜欢学佛 所以我也变得很认真 只是我超过认真 她不够认真 所以问题是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所以你就不要抱怨 一个会抱怨的心态 就不是 它是一种扭曲的痛苦 所以我这样讲 就是说 我们要念咒了 那你的心态 有没有调好 你不要说 我念完了 我明天就告他 因为你要断掉 断掉那个不好的心绪 这个想要报仇 想要那个 我是不是透过念佛 可以把它断掉 而不是说 保留好 我明天才去 希望我明天碰到他 他不要骂我 希望我明天碰到他 我跟他忏悔 明天他要告我 我今天去帮他送花 我今天去帮他 念奥马里边 希望明天看到我 他就高兴一点 那你要 你要一直把不好的 转成好的 这个叫回向 发愿 但是你要得到那个果 那你要努力的 种因 种因在这上面 所以大家努力的 说保安在界 以保安在界的状态 来念佛 来忏悔 来布施 随喜各种功德 各位要懂得随喜 随喜阿弥陀佛功德 随喜这些法师的功德 随喜这些护法善性的功德 随喜来说保安在界的功德 然后再把这个功德 回向发愿 给众生 要转化一切 只要有慈悲心 有智慧 一切都会变最好 所以 on mani bè mè hong 不好的转化叫on 如何转 mani bè mè 只要你有慈悲 有不执着的智慧 然后一切都会变得很好 所以各位不用担心 不用烦恼 不用把明天的烦恼 放到今天来 因为你现在已经在转化它 心灵的力量 比卫星频道 比什么都还快 这个人明天要告你 这个人明天上法庭 他准备对你有很大的伤害 你不用烦恼在前面 你现在 以及烦恼 一直烦恼 事情还更严重 你现在就开始 on mani bè mè hong 你也为他点灯 为他供水 为他做烟供 今天我们现场布置这么多食物 为他们上供下施 他明天一看到你就笑 忘了你对他的不好 原来你用功了 你要达到这个果 你现在努力的重阴就好了 你就会发觉 事情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好呢 就会达到那个刚刚好 所以学佛久了 你就不会用心机 只会用慈悲 用智慧 什么叫智慧 来 调伏烦恼 就是智慧 所谓这个智慧就是不让你烦恼 没有一个你在被欺负 也没有一个人在欺负你 也没有跟你爱跟你恨的东西 这些爱跟恨的东西 它都是一个暂时的存在 各位要记住 好不好 你千万不要跟你老公说 你不要离开我 离开我跳楼 那你这样这样讲 它已经压力够大了 可怜了 用死来逼我 这个爱情已经没有了 这个执着就变成它的痛 它本来不恨你了 现在变成很怕你 因为你用一个很不好的念头 在伤害着它 所以你要随缘 反正我对它好 然后它就会改变 过去可能它对我不好 或我对它不好 今天你这辈子会做朋友 做夫妻 都是过去是有缘的 但是怎么样把恶缘改为善缘 你要不要改变念头 你改变念头 它就改变了 因为人结缘 譬如说你认识这个人 曾经跟他很好 曾经跟他吵架 又曾经跟他很好 你要用哪一段 我要用跟他好的那一段来用 但是你用好的心 它这个坏的是存在 但是你现在用好的心 就用好的 好心有好报 好的念头就变成好的单位 那他就会用好的来对待你 但是他跟你吵架的时候 你也跟他吵架的时候 你现在用这种对立 然后他过去的恶又现前了 所以叫冤亲 过去你爱过他也恨过他 过去你杀过他也救过他 但是我现在保持一个念 这个杀他的业就不会现前 对你好的业就会现前 那你要掌握 掌握这个了 所以你只要保持好的念 你不要让自己又活在 那个负面的念头 因为人不是光上一辈子 好几辈子好好坏坏都有的 做过父子 做过仇人 对不对 都做过的了 但是你怎么去装 所以那你要把它调回 那个好的时候 那你念佛的时候 你用慈悲心念的时候 就把不好的都洗掉 好的扩大 所以你看到他 那如果你不会 那佛教还教你 那你去帮他做好事 这个人找你麻烦 那你去帮他布施 帮他诵经 帮他放生 跟冤亲在主一样 这个冤亲在主 现在让你头很痛 让你腰很痛 那我帮你点灯 点108盏灯 断所有烦恼 共108水 消除所有业障 对不对 然后你又替他绕 我用身体又跟你绕佛 乃至你身体没办法绕 我用这个跟你绕 我用炼珠跟你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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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都可以了 因为你已经把它转掉了 那请问这个转掉 这个业力没有了 冤心在主超度 你怎么还会痛 因为你 以及那边烦恼 怎么痛 吃什么药 看神医生 你还不如赶快去做功德 而且以惭愧心 以八观灾界的心态 以慈悲心 来做各种功德 所以各位 点108支香 布施饼干 108块 布施108根米 如果你要米 要跟我们暂严法师 他已经念了几篇篇 变得地上经 在他的米里面 就一直给他加 变了 几颗 变很多 他们甘露丸就这样做了 几千年的 最后一颗甘露丸 又给他加 变新的 然后又流 然后就一直延续下来 所以越来越多的甘露丸 就里面的东西 就越加越多了 每一个祖师大德 头发 都在里面 因为就加进去了 就像成年的高汤 对不对 我们这也是成年的轮回的人 我们已经轮回多久了 这里面有善善恶恶 我们都有善善恶恶 但是这个恶我们忏悔了 这个善 然后我们就让它 多一点增加 所以当然你在念 欧玛丽北面 也可以先念忏悔 我跟他们忏悔 再来呢 我要跟他们解善语 再来我功德回向给他们 我想这些经典 这些祭颂 这些咒语 它目的就是 要转化你的念头 如果你都不懂了文字 你是个外国人 也看不懂 但是你用念头修行就可以了 重点是用念头修行 那这个念头不要有负面了 负面来我们就忏悔 今天因为他骂我 我先忏悔 阿弥陀佛 对不起 对不对 甚至观想 有时候人家瞪我一眼 我都观想 我才跟他磕头 对不起 他等一下就不好意思瞪我 也不能说 如果是出家人 你干嘛瞪我 所以 那个你能跟我抛面眼 我也跟他磕头 过去我搞不好跟他抢爆了 阿弥陀佛 所以他现在瞪我一眼 等下搞不好要瞪我 所以我就跟他忏悔 忏悔就是跟他解除这个冤结 他不会莫名其妙瞪你一眼的 一定有因有缘的 但是你要把这个因缘 不好的我跟你忏悔 好的我扩大 对不对 那我想 就是一定忏悔 然后又收功德回降给他 所以我想在超度 一定要跟他忏悔 那再来我很虔诚的 做功德给你看 让他感受到这个功德 而且各位有个重点 今天你有堕胎 他的名字叫极恶 假设这样 你不能用你的名字做 这样功德比较小 用他的名字直接去做 这代表我用极恶的名字 去布施石块 我用极恶的名字 去救妻子鱼 对不对 他很高兴 我用极恶的名字 去供养花 就直接用他的名字 去善贡下识 这个叫还他债 让他欢喜 好 那等一下我们休息20分钟 各位在看我干嘛 要睡觉了 要上厕所的意思 我看 厕所脸已经跑出来了 休息20分钟 等一下我要请 暂性法师 我本来刚刚来 我就不想讲话 我喉咙不好 想要他讲 然后忏悔 你知道 又讲那么多 我们湛江法师 今天还感冒 你看他的声音 围挪感冒 这个才有悲劲 好 大家休息20分钟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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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慈悲、平等、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大医院张上纯医师 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许多人为了你我的健康 配合政府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防疫措施 而被限缩了行动自由 我们不应该害怕或排斥这些配合的人 要多给他们一些支持与鼓励 同时也提醒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民众 请配合政府的规定 确实做好与外界隔离 以保障周遭亲友与社区的安全 也免得受到处罚 不管疫情如何变化 大家都要有正确正向的态度 不要彼此贴标签 我们要互相包容 互相协助 才可以守护台湾的健康 人又要了 contr兴 competition 你不想找对象 你不想找对象 你没想找对象 我需要在这里 你不想找对象 传说在古时候 有一位国王叫妙庄王 他有三个女儿都到了出嫁的年龄 大女儿妙阴和二女儿妙园 都依父亲的安排出嫁来 剩下三女儿妙善 说什么也不肯嫁人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看你两个姐姐她们多幸福 孩儿不想出嫁 孩儿想出嫁 什么 你要出嫁 你是公主 出嫁维尼会惹百姓的议论 本王不准 孩儿心意已决 请父王成全 这 这 要是你执意出嫁 就不再是本王的女儿 以后就不要住在王宫 请恕孩儿不能在床前敬笑 孩儿会前行修行 以求修成正果将来帮助父王 脱离六道轮回之苦 这孩子 后来 妙庄王得了重病 药食无效 大王 您的病能够治得好 大师快说 本王的病怎样才能治好 这 大师但说无妨 这个方法就是以大王至今之人的手和眼睛做配药 才能治疗您的病 这 过于残忍了吧 此事关乎大王的生死 不如请大公主和二公主过来 问问他们的意思 好 宣他们进宫 父王 孩儿没有了眼睛 以后还怎么相复叫子 孩儿刚刚怀孕 没有了手臂 让孩儿怎么养育孩子 请父王开恩 饶恕我们 罢了 你们退下 谢父王 大师 除此之外 真的就没有其他办法 办法倒是还有一个 不过要碰碰运气 大师快说 在香山上住着一位专门救度众生的仙长 要是能找到他 得他相助 或许还有机会 为了表示诚意 需要您亲自去 大王 仙长就在这香山上 我们不能陪您上去了 要是遇到危险 您发射这支响剑 我们马上去接应您 继续 你是香山仙长吗 孩儿不孝 让父王受苦了 你是妙杀 你怎么会在这里 孩儿离开王宫后 一直在这里休息 哦 你桌上供奉的 可是千手千眼观世音 是的父王 千眼代表透彻一切万法的智慧 而千手则代表种种寄生力重的方便 表示维护众生 法力无边 千手千眼是用形象化的手法 来显示观音的大慈大悲 智慧无边 神通广大 原来是这样 父王 你为何会来这里 这 本王是来游山玩水 看到你很高兴 本王要回去了 父王 请你不要瞒着女儿 爱实不相瞒 本王已经病入膏肓 这次来襄山 是向襄山仙人求医 那怎么样 能够治好您的病呢 这件事不说也罢 请您告诉我 这 需要至亲之人的眼睛和手 做配药 本王已经愧对于你 不能再让你为了本王 做出这样的牺牲了 父王的心意 孩儿明白了 请父王在这里休息一夜 明早再走 父王 父王 妙善 你 父王 请您喝药 苍天哪 求你让我的女儿再长出手眼 我愿意折售偿还 此后 妙善王令人在香山修建寺庙 专门四奉 牵手牵眼 观世音菩萨 彰显他人笑慈悲的美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佳人爱 终生爱地球 生命点是从火上就生作气 爱佳人爱 终生爱地球 接下来请收看 长老发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